我看這題 這題他說 這條直線跟這個拋物線 恰較一點 這條直線跟這個拋物線 恰較一點 那麼問AB頂多少 就是說 這兩個函數讀行 恰較一點的話 我給他連例以後 只會有一個解 也就是說 我Y 等於AX 加B 這個是Y 等於X' 較一點 只會有一個解 它有一個解的話 我就把它給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就是AX 加B 等於X' 恰一個解 也就是說 X' -AX -B 等於0 恰一個解 那恰一個解的話 它的判別是 要等於0 這個平方 A平方 -3C 就加B 加4B 3C 4B 這個要等於0 另外 另外 這條直線 Y等於AX加B 與這個拋物線 Y等於X-2 2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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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C 2C 2C 1C 2C 2C 4C 2C 5C 2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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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C 2C 2C 16-b 等於0 那因為它翹一節嘛 翹一節就是說這個只有一個根 只有一個根 一個根的話 這個平方 b 平方 4加 a 的平方 b 平方 減 4ac 4倍的 16-b 這個要等於0 判明是要等於0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等於 這個b 這個是a 平方 加8a 加上16 16加 這是16 416 減掉 64 所以就是-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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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4d 等於0 但是4b 是等於-a 平方 這是-a 平方 這可以消掉 消掉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a等於8分之48 8648 所以答案是6 a 是6 那a 是6的話 那b 應該多少 b 的話 是等於4分之虎的 a 平方 a 是6 6636 4936 等於虎9 也就ab 這個是等於6 rb 是等於虎9